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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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集帶大家看了 河內舊城區和當地的獨立屋屋園 今集會帶大家看下 河內現代化的一面 字幕提供 越南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 推動經濟改革 跟中國改革開放的時間差不多 來到河內的南遲連新商業區 會一洗落後的印象 新商業區距離舊城區 大約半個鐘車程 是政府早年為了減輕 還建無一大傳統商業區的 負荷而發展的新區 全越南最高的建築 京南河內地標大廈 就是在這裏 被整間摩天大樓包圍住 會好感受到河內經濟發展的速度 有商業當然要有交通 近年連接紅河兩岸的大橋 已經增加到7條 來到河內 大家都知道為何這裡叫河內 除了因為這條紅河 整個市因為被紅河包圍住 所以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興建中架12條市內地鐵線 工程雖然一再延期 但2號線有望最快在兩年後就通車 越南人公平 加上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佔全國人口超過一半 勞動力供應源源不絕 很多過去在中國設廠的企業 都轉頭越南的懷抱 特別是日本和韓國公司 都將生產基地搬到河內 經濟好 中產人數增加 加上外資派了不少員工去當地工作 韓內的住屋需求多了不少 以前外國人沒有越南工作簽證 都不用想在當地買樓 但2015年 越南政府開放樓市政策 給外國人買賣當地物業 雖然只限買一手樓 兼務永久業權 但就有50年租任業權 到期之後可以逐多50年 帶大家看一個外國人都可以入場的樓盤 這個距離河內環劍區大約半個小時車程 位於黃梅郡新發展區的新盤 在市內三環路旁邊 由三棟大樓組成 是同系屋苑的第三期 預計兩年之後落成 將來會有地鐵連接 大約1000呎的三房單位 客廳採用簡約設計 儲物架放了不少植物 梳化後面的特色牆 用了大樹壁畫 這間屋的賣點是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電子來控制 就像關鍵櫉爪一樣 開燈就連手都不使用 這次想不做懶人也忌懶 用餐區是時下流行的吧桌設計 连接开放式厨房 主人房空间充足 两边独立吊灯 夜晚看书都不怕影响另一半 窗台加上远战 立刻变在休息区 还可以放多张桌 做女主人的梳妆桌 或者男主人的工作间都没问题 兔瓷天然采光度十足 而同房间有个鞦韆 床仔就是成楼 睡房都可以是游乐场 还有一间客房 请亲友留宿都不成问题 这个单位售价大约154万港元 对小单位有兴趣点 可以看一下这个568尺的单位 客厅采用了日式榻榻米风格 放得落一张四人餐桌 其中一间房用活动门做间隔 有客人那时候可以变多一间房出来 平时又可以是客厅的一部分 同样采用开放式厨房 主人房有大衣柜 適合喜欢买衣服的女士 这个单位售价大约80万 屋苑有私人回所 设施就跟香港的差不多 不同之处是住客可以每天都在附近的湖边漫步 景色相当不错 河内有个河字 但是这里最出名的是湖 好像环剑湖西湖一样 不说不知 越南话里面的河即是湖一样 而这个屋苑在城市内第三大湖 烟梭湖隔离 吃饭下来逛逛都挺舒服的 来自大马的发展商说 整个楼盘分开五期发展 参考了香港太古城的概念 想打造成为占地五百公顶的城中之城 有26个围园这么大 发展成可以自给自足的社区 我们在推出这个设计 Live, Work and Play 接下来 这个Creation of Lifestyle Living 会带来很多商业活动 商业活动会包括国际书馆 国际书馆 国际书馆 再加上这些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ega Mark Supermarket Hypermarket 那些会开始集中 然后有了这些秘密 人们就开始 可以说涌入来 来自加拿大的泡泡表演大师杨范 看好河内的潜力 计划投资一亿美元 在城中城里面建立泡泡主题乐园 教育和文化都非常重要 在接下来十二十年 为了美国人和国家 也为了美国人和国家 也为了美国全西洋 因为美国有一个美丽的位置 美丽的地图 它有很多水 也为了美国人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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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随着当地经济发展 当地人已经有足够的消费力 支持建立主题乐园 也有信心河内有能力 吸引整个东南亚的旅客 下集会带大家 探探两个移居河内 并在这里找到真爱的港男 听下他们怎么看越南和香港女孩的分别 和两个地方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好像我现在住的一间屋 我们现在一层有80平方米 我有五层 五层总共是400平方米 我那时买的时候 都是三十点买 越南女孩会比较传统一点 所有东西都会照顾家庭 照顾得很好 不要错过了